现在霸凌世界很多 父母教孩子怎么样去选择朋友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有三种朋友不要交 第一种会不断勒索你的朋友不要交 有些朋友会说 如果你不怎样我就不跟你玩 这是情绪勒索 如果你不给我什么 我就不跟你好 这是物质勒索 这种朋友总是要你让他满意 他才会当你是朋友 可是久了你就会发现 不管你怎么做 他都不会满意 真正的朋友是会在乎你的想法 也会尊重你 因为他喜欢的是跟你玩 而不是你的东西 第二种会激你去做危险的事的朋友 不要交 有些朋友会说 你一定不敢去偷某某某的铅笔 你一定不敢翻这个墙跳下去 你不要觉得他在测试友情 然后就去做 他其实只是在满足他自己而已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害你被处罚 是不会害你受伤 第三种要联合你去欺负别人的朋友 不要交 有些朋友会说 我们一起去偷藏他的东西 我们一起去打他 这种朋友很容易让孩子觉得 他都找我一起耶 真够意思 其实要让孩子知道 他只是一个人不敢做坏事 所以他要找人一起壮胆 根本没有把你当朋友 真正的朋友 绝对不会怂恿别人去欺负人 也不会喜欢使用暴力 如果孩子还是不会判断什么朋友不能交 家长可以用这一套 暴走小怪兽 人际社交桌游来教他 让他从故事情境里面去学习 我们教孩子这些观念 除了在教他们避免霸凌 也在教他们不要变成令人讨厌的人 远离霸凌 要从正确的交友观念开始